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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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曼曼 今天也謝謝你點看我的影片 这一次想要去吃一间 位于梅田车站附近的 一人专用的烧肉店 在日本有很多烧烤店 对它两个人以上才能定位 对于想要一个人用餐 或是个人自助旅行的朋友来说 没有办法定位 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这一次特别找了这一间 很多在地人推荐的个人烧肉店 今天意外的梅田车站人很少 很难得 每一次即使平日来 人都超多 距离今天要去的烧肉店 最近的车站是板级的大阪梅田站 走过去大约只要4分钟 如果是从南波出发的话 达成大阪梅田车站到梅田 走过去大约10分钟 每天这附近的餐饭店 真的超多 周围不仅有各大百货公司 购物商城 就连车站内 也都有各式各样的饮食店 还有很时尚的咖啡厅 每一次要吃个东西 如果没有特定店家的话 都会犹豫超久 接着一直直走后 就会看到这一个 板级卡巴横酒 今天要去的烧肉店 就在这条饮食街的里面 旁边还有卡拉OK 吃完还能去唱个歌 就是这一间 一人考虑1965 这一间虽然不是吃到饱 但是有很划算的 午餐定时组合 以及高级奢侈的单点品项 因为这一次没有预约 就直接来了 所以在现场排了 大约20分钟左右 虽然说这间店 雖然是主打一人燒肉 但是也很適合小人數的小聚 如果是一人用餐的話 中間都會有隔板 不用面對周圍的人 可以一個人很開心自在的烤肉 點單也都是用平板點餐 可以慢慢挑選慢慢看 語言的部分 也有日文跟英文可以選擇 每一個品項也都有照片 螢幕了然很貼心 最上面這一排也都有詳細的分類 要找品項也很好找 另外這裡還有店家特製的炭酸檸檬酒 一個小時喝到飽 800日元 在每一桌的桌上 也都有設計這個水龍頭 點了之後 服務員會拿著裝滿冰塊的玻璃杯過來 拉下把手 就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無限倡飲檸檬炭酸酒 最近室外氣溫真的太熱了 隨便走幾步路 就會滿頭大汗 總之先乾杯再說 第一輪只簡單點了 炭酸酒 以及最快上桌的小菜 也因為不是吃到飽 所以在吃的時候 也沒有時間限制的問題 可以慢慢挑選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如果有點定時 白飯還能無限續完 比較可惜的一點是 定時只有中午才有 但是比起一般的單點燒肉店 我覺得這裡算是一間 偉高級的個人燒肉 不管是店內的裝潢氛圍 或是這種自助的炭酸酒 都讓人覺得很新鮮很特別 目錄也從平價到稍微高價位的都有 決定先點個定時 然後再追加各種肉 如果想要吃不同肉類的話 可以選擇這種盛合 點一次可以品嘗到不同的部位 這一次點了里肌肉 還有橫隔膜肉的定時 這應該是剛剛單點的和牛肉片 目錄名稱寫著五秒炙燒 應該是只要烤五秒 結果肉片一放下去後 服務人員就把點的內容 一次一起送來 很非常親切的意義介紹 每一個品項的種類以及名稱 但是在店員介紹的時候 我一直看著烤網上的和牛 又不好意思打斷店員 繼續烤我的肉 薄薄的一片肉 就這樣子烤過頭了 看起來很像肉乾 有點可惜 另外這一家店 其實是大家熟悉的 國產牛燒肉企業的 旗下燒肉店 這種單點燒肉店的好處 完全可以依照自己想吃的量 以及預算去做選擇 而且在日本 像這樣子能夠一個人用餐的燒肉店 真的不多 像我就很喜歡一個人到處吃吃喝喝 所以有這一種店真的很感激 定食的肉類 我覺得這個量算是給的很大方 而且都有簡單的調味 所以吃起來很香 配上這個特製炭酸酒 沒有太重的甜味 喝起來很清爽 跟燒肉很搭 還有剛剛點的燒肉組合 這一塊橫隔膜肉 口感超柔軟 好好吃 最期待這一個 黑貓和牛的厚切上等理雞肉 剛烤好的肉 配上熱騰騰香Q的米飯 一起吃真的超享受 剛剛的厚切零雞肉 那個肉質真的軟嫩到 入口即化 真的如果只要吃到好吃的東西 平常生活上 還有工作上的疲憊 一瞬間煙笑雲散 偶爾能夠像這樣子 一個人慢慢的烤肉 一個人享受 其實也是很棒的選擇 而且今天剛好客人比較少 現場稍微排個隊就進來了 但是如果是晚上的話 可能就要排比較久了 如果不想花時間到現場排隊的話 也可以直接在官網預約 預約的過程中 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 可以直接用網站翻譯 翻成中文 選擇日期時間後 填寫一般的基本資料 就可以成功預約 而且這家店是在2021的12月開幕的 整體的環境以及設備 都很乾淨很舒適 結帳時 拿著桌上的號碼牌到龜台結帳 吃完走出來後 也都還有客人在排隊 因為晚上要去議會他們家 所以想說去百貨公司的地下街逛一逛 買個伴手禮 最近到處都能看到共茶的身影耶 現在在板擊百貨這邊 好像還有聯名活動 好多地方都是Snooby 天啊 這裡有很多東西都很可愛 如果是喜歡Snooby的朋友 應該會直接吃心風 歐蘇丹的聯名護手霜 好像也只有每天的板擊百貨才有 看到太多可愛的商品 差點忘記我來的目的 裡面的空間很寬廣 光是只有這一層樓就可以逛很久 買貨公司的蛋糕或是小點心 每一種都超級精緻 但是因為車程太遠了 覺得買蛋糕的話 好像有點不妥 途中看到Lurumi的餅乾 記得這個很多人推薦 好不猶豫的就決定是它了 專用的紙袋也超可愛 看到這個心情很好 甜點區還有熟食區 是分別在兩側不同的地方 這一區有各種炸物 還有感覺很像餐廳會出現的 這區有各種炸物 精緻熟食 百貨公司的B1真的都好好逛 改天抽出一天 再來慢慢逛 那這一次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今天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